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博鳌论坛,王岐山报幕 习近平抗美 我们来讲讲这个开幕式上的一个花絮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20号上午9点半在海南博鳌举行,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视频的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课时间 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题演讲 那么在他主题演讲之前 由这个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做 做那个字词 字词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王岐山在 字词之前 脱稿 把稿子一放 说这个我只是个临时主持人 真正字词的应该是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我为习近平报幕 报幕这是以前这个表演的报幕,报幕员,出来报幕 就是幕幕打开之前 告诉大家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以前就没有那种主持人,有幕幕 以前有幕幕 这是体现了我们中国对我们的主席高度的 尊重 讲了一番这样的话 然后这个才 他才把这个 他才把这个他的字词讲了,念完 那么有人说这是王岐山这个 拍马屁 说他是谄媚 我讲一下,我就先讲一下王岐山这件事情 王岐山拍马屁,这个定性不对 拍马屁呢,通常呢是 他只要在讲话稿里面使劲吹捧就行 所以 这不算拍马屁 王岐山这个做法不是 他是在贬低自己 就是我在报幕 他是个国家副主席 他怎么变成报幕的呢 报幕是主持人做的事情 现场是有主持人 当然主持人不露面 他是贬低自己,把自己说成一个报幕员 念稿子算了,他在贬低自己 在公众场合贬低自己 抬高对方 用贬低自己的方式来抬高对方 这就超出了拍马屁 拍马屁是抬高对方 大家知道拍马屁跟这个 这是什么 这就不是拍马屁,这叫投名状 投名状 投名状跟拍马屁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拍马屁是没有底线无耻的吹捧对方 叫拍马屁 投名状就是踩低自己 踩低自己,没有廉耻的把自己踩到泥巴里面去 这就叫投名状 目的,其实目的是一个 目的是一个就让对方接纳自己 那么王岐山你可以看他身体状况不错 精神状态也挺好 王岐山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做这个动作在这种国际场合 博鳌论坛是个国际场合,不是个国内场合,是个国际场合 有很多中外的记者,他做这个动作当然是有目的 那么显然他这个动作是有点怪异 为什么呢 以王岐山现在的位置来看 他已经靠边站了 一个靠边站算是一条死鱼 虽然算不上人畜无害,但是 杀伤力应该是没有 因为他原来是管中纪委,中纪委现在有人在管 他已经离开那个岗位 他做一个副主席,国家副主席是个闲职 那一个没有杀伤力的人 为什么要交投名状 这是个问题 那么除非到了 生死存亡的这个状态 否则以王岐山这种心气,王岐山心高气傲 少年得志 然后 能力也非常的强,没有王岐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 那么以王岐山这样的心高气傲,以这样的心气 他怎么可能 把自己踩到尘埃里面去 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难道王岐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吗,这个很奇怪 第3个就是 王岐山跑到博鳌论坛做这个动作 显然 投名状这是个很难看的动作 就是基本上是个 非常 就是你得把自己踩到泥巴里面去 能在私下的场合,那就尽量在私下场合做 不需要在公众场合做 王岐山不仅要在 在公众场合,还在国际场合做这个动作 显然他跟习的关系已经到了 没有私下场合的这种场景 情况 那说明他们 他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的恶劣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很怪异 这个动作非常怪异 显然他不是拍马屁 他是解决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原来博鳌论坛理论上应该是谁呢 理论上应该是李克强来,以往几次也都是李克强 李克强 这次 王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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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来做的呢,还是 刻意这样安排 因为习近平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来发言 那么国家副主席做现场致辞 可能总理会更恰当 副主席跑到来致辞 我觉得这里面本身是有点 不太自然 不太自然 但是 不知道 不知道他背后什么原因,但是肯定的说 王岐山现在有一个 他的处境不妙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王岐山这件事情,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4月17号北京出了一个大案子 北京这个大案子是什么呢 北京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玛丽娜跳楼自杀 那么跳楼自杀,当然北京市检察院 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 跳楼自杀 那么大家都关注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 整个政法系统正在发生的一场 运动 政治运动 那么据说 政法系统里面压力巨大 政法系统这次搞的政治运动是倒查20年 倒查20年是谁发明的 内蒙发明的 记得内蒙今年的这个 内蒙今年开两会 内蒙的主席 就是 谁的孙女啊呀,我这嘴边上 在上面做政府工作报告 坐着坐着晕倒 晕倒,内蒙政坛 学与新风,一口气 不断的在抓人 一口气都是五个厅长,五个厅级干部,一上来就五个厅级干部 这种个抓法 所以 政法系统内部现在就在学内蒙 倒查20年 大家想一下,政法系统有多么腐败,在中国 腐败的程度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这个系统 这个部门这个机关这个系统权力大不大 权力越大 越腐败 因为他越容易群租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个系统是不是封闭 越封闭的系统 越腐败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 最封闭的系统在哪里 军队 军队最腐败,因为他最封闭 然后他权力也最大 所以 军队是最腐败,但是军队腐败有个特别 他就是因为他封闭 所以他的腐败呢,他基本上在他的系统内部 政法不同 政法他的腐败,他权力非常的大 他跟社会的连接更密切 所以呢,他的腐败面更广 那你想一下,一个这么腐败的系统 你要倒查20年 后果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说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政法系统内部压力巨大,高压锅 这就是习近平厉害的地方 他就是不断的在搞 搞运动 就是 办事是不行 让他去办件事情不行 他整人很难 很心 那么倒查20年,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倒查20年 差不多就覆盖了什么 江泽民跟 胡锦涛的时代 江泽民的时代是政法委书记是谁,是周永康 那么再往上就是罗干了 罗干政法委书记是最早的 然后就是罗干下来是孟建柱,然后现在是郭申坤 那么这场运动的名称叫什么 叫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 那么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在 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 今年3月1号开始,全国推开 全国推开 那么4月17号 玛丽娜跳楼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么试点的地方包括什么呢 黑龙江 江苏 河南 四川 陕西 这几个省 总共有35个政法机构做试点 包括 法院,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司法局 国安局 监狱 那么截止11月底 那么 这几个35个政法机构 总共涉及的这个政法 政法官员有15000人 查处了多少人 2247人 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227人 立案查处448人 移送司法机关39人 差不多什么情况呢,差不多你看这个比例 差不多每8个人 处分一个 厉害吗 那么可见这场运动不是动嘴皮子 这是真下手 那你想一下,政法系统是干什么的 政法系统就是对付人的 收拾别人的 那这个对付别人的很专业,相当专业 什么手段都有 那么对付自己人,那当然是行家离手 更厉害 2月27号 这个动员部署 这个叫动员大会 在北京开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担任 全国这场运动全国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 政法委秘书长 陈一新,陈一新是前年 前年上的任 办公室出任办公室主任 这场运动的用语是什么 我念给大家听,你可以看到这个 凉丰搜,这个叫什么 后集量发凉 发冷 叫 全链条发力 全系统整顿 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彻底整治 顽章顾忌 这是一个 这是下狠 就是发狠 文革用语 要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 作风上 进一步纯洁队伍 确保始终听党指挥 忠诚使命 那么 然后就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政策叫 实行自查从宽 被查从严的政策 你自己查 自己查完之后,上来交代 20年 网上退20年,你干过什么坏事,自己坦白 这就是一个 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宽容 坚持重遏制 强高压 常震慑 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两面人 不老实 对党要老实 他在安排是这样的,分两批 第一批 县 市两级 那么政法委 政法单位 然后省属监狱 监督所 就是第1批 县市 政法单位 从2月底开始 6月底结束 4个月时间 搞运动 中共做这东西很有经验,非常有经验 第2批,中央政法委 中央政法单位 省级 党委政法委 政法单位 8月份开始 10月底结束,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场运动呢 其实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上个运动是什么 扫黑除恶,扫黑除恶搞了三年 搞三年是去年年底结束 7年年底结束,话音未落 新冬运动开始 那么 扫黑除恶的目标是什么 地方豪强 地方豪强 消灭地方的这个异己 异己 那么这场运动 那场运动是在2020年年底结束 现在就开始政法队伍 政法队伍 清除政法队伍 明年开 20大 就是这样 中共搞运动无非是 三个目的 第1个目的,铲除异己 铲除异己并不是共产党的异己 铲除领导的异己 就是跟领导不一致的 可能潜在的对手 全部干掉 铲除异己,这是第1个 第2个 甩掉落后 甩掉落后是什么 跟得不紧的 就甩掉了 你就要跟得紧 最后 集体交投名状 集体交投名状交给谁 交给老大 这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套路,中共搞运动基本上是这样的套路 大家都得 所以一搞运动很紧张,大家都很紧张,生怕自己掉队,因为掉队就是 被甩掉 那么习近平2012年上 上台以来 重点是整治什么 政法队伍 政法队伍当然最大的那个头是谁 整个最大的头就是 就是这个周永康,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 但是他对这个政法系统一直是不放心,因为为什么 政法嘛 权力大嘛 而且是身边,公安嘛,内保啊,全部都在自己身边 不放心 2017年19大以来 政法系统 8名 中管高级干部 中管就是 中纪委管理的高级干部 8个 落马 150多名厅级官员落马 那么去年 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 上海市公安局长 龚道安 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 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查 所以你看这个系统 就是习上来以后就不断的对这个系统进行清洗,当然最大的是把周永康干掉 那么人事,人事也是这样,那么一个 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调到哪里去 调到这个邮政局去了 这当然就是 不怎么 不怎么喜欢的人调走,没什么问题调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央政法委中和督导局局长 陈小军 调到哪去,地震局当副局长 这都是觉得 或者是跟上不是自己的人 虽然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不想要 就调走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的政法系统一片血雨腥风 中共一开始自己 刀刃向内,很可怕的 刀刃向内啊 好,那么讲回这个博阿论坛 我们讲博阿论坛 博阿论坛这个习近平讲话 这次博阿论坛级别很高 级别很高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习近平要用这个论坛 要把它变成一个 他要在这个论坛做一些政治宣誓 所以呢博阿论坛这次呢 我看了一下,昨天我认真的找了一下 这次博阿论坛 找来的 这个外国政要 规模最大 真是最大,我昨天念了一下,我今天不念了 这个规模最大,真的把它变成,虽然这些人都是视频参加 但是别人也是参加呀,虽然人没到 现场当然都是自己人,但是为了疫情,因为疫情可以理解 所以他就 力度很大 能拉来的全拉来,当然 西方欧盟欧美的这个领导人就没来 主要是亚非拉 亚非拉 那么习近平讲话,重点讲讲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这个讲话是有含义的 上来就是个帽子,帽子百年变局,习近平的口头禅,百年大变局 然后世纪疫情交错叠加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明显上升 然后又开始这个 胸怀了,人类社会面临的 治理赤字 这个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争无减 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 上来就是 全球人类 这是一个,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然后就开始讲他的 命运共同体 中方倡议 亚洲和世界各国要回应时代的 突换 携手 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人类共同体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是连消带打 连消带打就是 提出他的看法 然后打什么呢 当然是打美帝 打这个 拜登啊 然后就是第一,倡导多边主义 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就是你的多边主义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上来就是讲全球治理,我不是治一个国家的 我是要治全球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就开始了 开始 国际上的事情应该,国际上的事 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不能把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 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 给世界 带节奏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要展现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这个说得很好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讲给自己听的,自免啊 然后第2就是脱钩战略 批评脱钩战略 他说这个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人为筑墙 小缘高墙 脱钩 这个 川普政府的脱钩 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 损人不利己 这是批评美国 第3,讲责任了 这个当然中国一讲责任 就讲有区别 一吹牛逼就大国崛起 这中国自己的 他没办法自洽,他忘记了互联网能够把两个稿子对起来看 那他就在这说,他说 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共同推进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加大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 中国老是忘记 老是忘记他自己吹牛 你在讲大国崛起的时候 中国已经引领世界了 你怎么会有区别对待的责任呢 你都引领世界,你肯定有引领世界的责任啊 你看一讲到责任,他就开始区别对待了 你不能够同样要求我 你得用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来要求我 一吹牛逼就大国崛起 这个讲不通 然后第四 一讲国际政治 就怕被人看不起 这个底子就有点 底气就不大足 他这么说,经历了疫情洗礼 各国人民更加清晰的认识到 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 和意识形态对抗 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挺在前面 动辄对他国一指气势 干涉内政不得人心 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倡导不同文明 交流互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 最后总结 通常最后总结就是拍胸脯 发读事 那么中国将始终高举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技术上,拓展跟各国友好合作 积极推进构建新兴国家关系 然后就是 无论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 中国将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 多边合作 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 和相关配套 那么推动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体制 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 巨大机会 这个发言稿呢就叫联打代销,联打代销,他面对的是什么 他面对的是 其实是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对中国施加的这种压力 非常大 非常大,有三件事情 主要发生的事情 第1个 四国集团峰会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中国的周边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压力 这是第1个 四国集团峰会 第2个 美日峰会 美国跟日本 更新了 他们的同盟 他们的同盟内涵 同盟内涵更新的是什么 针对中国 四国集团 针对中国 这是第2个,第3个 欧盟 英国 美国 加拿大同一天 制裁中国 新疆人权议题 这件事情其实影响也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西方国家开始 建立了一个统一战线 你想一下,这个统一战线的目标又是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 习近平这番讲话 其实是在回应 拜登政府 从上任以来到现在,他们建立的这一系列的 针对中国的这个 战略合作 包括他内部的 我们之前讲 小院高墙的策略 然后外部的和盟友的合作 这个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个压力之下,中国需要找出一个场合 讲他的主张,这就是独奥伦台 其他的场合 习近平讲不出来 没有机会讲 你要从这个 从拜登政府到现在,拜登政府上台到现在 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你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还没有接触 双方真正的接触是从 阿拉斯加会谈开始 双方真正的 亮明立场 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大家搞清楚,我们真的要打了 真的要开始打冷战 双方清楚 然后开始部署,其实真正的是 三月份开始 三月份开始,你看美国的步伐就非常的快,然后西方 西方整合立场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博鳌论坛 把他的级别升高 扩大他的范围 找更多的 各国首脑来,动员大动员 搞一个这样的场合 让习近平来 在这个场合回应 美国 过去从三月份到现在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但这个回应从老实讲 从讲话搞的角度来说 底气不是特别 底气不是特别 一个是底气不是特别 第2个 基本上是防守状态 属于一个防守状态 然后呢,态度呢 态度不是特别强硬 还是 留了余地 他的话还是留了余地,没有特别狠 就是话讲的不是特别狠 当然在这个场合也不适合讲的太狠 狠话谁来讲 狠话新华社来讲 评论文章讲 所以习近平也不适合说太狠的话 那就说说大话 说说空话吧 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讲话 所以他作为一个回应,作为一个 对美国过去 两个多月来的这个一系列的战略动作的一个回应 效果呢,老实讲这个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因为 因为其实 中国现在的策略 你看 你看中国的策略就是两条 在整个的 跟美国和西方的对抗的过程上 就是两条 第1条叫底线意识 就是 兼具不退 每一步都不退 底线意识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退我就掉了去 不能退 这是第1个 第2个 在所有的战线上 就是第1个是不退 第2个是什么 持续的 往前 往前 推进 按照既定的目标往前推进 每一个领域都是一样 不停 所以实际上这个策略呢 其实会不断的加剧中国跟美国,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冲突 所以我们经常讲 讲两点,第1点 觉得好像是美国在 美国在带领大家去 推动和中国的对抗,其实不是 这不是个单方面的 其实是双方面 中国其实在推进他的政策 和他的策略方面 他是没有退 不是没有退 是不断的往前进 就算他遇到挫折 去得遇到重挫 他都不会停 继续往前推 这是习近平 整个的 战略的 两个重大特征 这个特征会加剧双方的这种 对抗 所以你可以看 虽然我们讲 拜登政府好像 上台之后 主要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内部,解决内部问题 但是你看其实并没有 其实 内部当然他也在做 但是更多的 你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 是持续的在升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中国的政策 一秒钟都没有停 所以习近平这番讲话 也反映出他的这个政策方向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OK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鸣谢 技术修养的顶点就是八大洋板锡 领导人也不在乎国际观感 我土鳖我骄傲 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 万泉河水 背景是哪里 海南岛 这个红色两脊金的背景 是海南岛 提问,习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 市场经济还有生存空间吗 以前毛债的时候,钱有苏联帮助中共 就如同朝鲜现在有中共的援助才能生存 习这样做是饮鸩止渴吗 这难道是习的初心 市场经济的空间 我觉得是这样 习近平的心目中的市场经济是怎样 习近平的市场经济的 的状态是 市场经济仍然存在 然后呢 市场经济是 政府的其中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什么?工具就是 国有企业政府通过市场 来获得资源 然后实现 政府的政策目标 市场是什么?市场是个场景 市场是个工具或者是个手段 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的政策 是实现政策的目的 而不是基础的平台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 不行,市场 不灵 我就不用市场,直接用政府来实现 这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 然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什么呢?有民企 也有外企 但是国有企业为主体 政府能够掌控 政府能够完全控制 控盘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呢 你就是我实现我政策的目标 没有别的,这就是 这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市场 市场 还有市场经济 所以空间有吗 他没有,他不打算把市场经济灭掉 因为灭掉市场经济,中国就没了 中国就没有实现 他政策目标的依据了,因为就挣不着钱了,没有钱了 所以这个你别以为他傻 他不傻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大概是这个方向吧 提问,王老师你觉得习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 人难免一死 你说呢 如果要说人的最终结局 我们都是一样,都是难免一死 观点,看看菲律宾的北辩 这个就是大国的作为 自己不怕打自己的脸 那是不怕 提问,很多人研究CCP的党内斗争 都是从党史的角度来研究 往往借鉴党史 王老师,您觉得党史对研究CCP有意义吗? CCP的权力运作模式有脱离之前党史的 模式吗?还是有新的变化 党史,研究中共党史 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 为什么?因为中共掌握了 话语权 然后他系统的修改他的党史 就是按照他,我经常讲中共对事实 没有边界的 没有边界的压力和责任 就是说 他是按照需要来描述的 就是他觉得这样描述对我有利,我就这么描述 跟事实没有关系 他没有事实的压力,他也没有事实的责任 所以你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困难就是 大部分的材料都掌握在中共手里 但是他把真实的材料藏起来,你不知道 然后呢,你看到的大量的材料都是他编写的内容 而他编写的内容是根据他需要的编写 而这些内容很多是假的 所以你要做这个工作很困难 当然应该做,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重写中共党史 才能了解中共 才能知道真相,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点 所以研究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很重要 需要 历史学家需要学者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第二 中共的权力运作模式,有没有改变过 现在有没有新的模式 当然有 中共的灵活性 中共的随机应变的能力超出任何一个政党 所以他是活到现在的原因 他不僵化 他非常的灵活 他非常的善于学习 他非常的善于利用最新的形式 制定对他最有利的政策 所以中共的那种功利主义 中共是完全没有,中共只有一个信仰 刚才有网友问这是他的初心吗 中共的初心 从来没有变过 中共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掌握政权 现在是什么 保卫政权 他的信仰是什么 政权 他的信仰,他唯一的信仰 就是政权 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保护他的政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一个政党 比他更灵活 所以他没有信仰 没有底线 没有障碍 他做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目的 保卫政权 所以他有没有新模式,当然有新模式 不断的变,中共其实是不断的变 但有样东西不变 就是围绕着政权这件事情不变 观点,中国的市场都是老鼠家上的蛋糕,一旦外国进入 日后哪怕哪天就是中共制裁的本钱 观点,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论和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倡导的多党制 和民主宪政类似 都是用倡导民主先上台 然后言而无信独裁专制 提问,请问王老师,习有退路吗,如果要 一定要退,会怎么退 我们讲一个事情啊 中共能不能退党,不能 中共是没有退党机制的 就是你要退党 你不可以退党 我开除你 所以中共是没有退党的这一说的 中共不存在退党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你问习有退路吗 加入中共这件事情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只要加入了中共,你就基本上没有退路了 你说有些人啊,我就出去以后,然后我就 会找回你来的 你不要以为 你没有参加组织生活你就退了,不是的 他会找到你 他没有忘记你 习有没有退路,我不觉得习有退路 你想一下习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 党内党外 有多少人恨他 是吗,怎么退 退不了 我不觉得太退路 就是 中共基本上都是,到了这个级别那都是过了河的竹子,只能往前走 观点 昨天节目我提到一位业内前辈被洗脑 感谢王老师的解惑,我理解有学识就不会被洗脑 但业内前辈的特殊之处 在于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 这在我们教育行业非常罕见 99%的人都是照本学科 或者天下文章一大抄 他已经在做学问上摆脱了路径依赖 但也无法在政治上摆脱路径依赖 悲哀之欲也感叹,底层民众怎么可能不被洗脑 我接触的学生思维也明显的比五六年前更极端 更单一 这就是 这就是非常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往回走 往回走,你现在 你大体上现在可以感觉到现在是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状态 就已经回到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状态 中国现在的这个民众的这种思维思想状态 已经回到那个时代,你想这已经 往回走了多少年 虽然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 虽然中国社会也在进步 进步你可以看到这个 各种各样的事业的发展都在进步,但是你可以看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社会的思想 在往回退 退到我现在感觉就是你看现在的中国的媒体 的言论 然后你去论坛上看到的这民众的言论 然后大家的这种思想状态 差不多到90年代初 80年代末的状态 你再过几年你再看 还会往回走 还会往回走 就是说在思想上 中国人 和rest of the world,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鸿沟在扩大 这是非常危险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中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中共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让中国民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思想 鸿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我跟你讲 中国人都不愿意出国留学 到最后 都不愿意去留学,觉得 这垃圾 去他那儿干啥 当中国的民众 开始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中国就是不可避免的被世界抛弃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状况 应该是完全由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人格缺陷的 一群红二代 统治的必然结果 红二代的规模没那么大 红二代没那么大规模 相对于现在中国的国家的规模来说,红二代 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很大的决策的权力 但是他的规模还是太小 太小 所以 他在中国的政治当中 除了习近平,你把习近平拿开的话 他在中国的政治版图当中 你只能看到一个点 而不是一个面 所以红二代这件事情不要放大,红二代 没那么大影响力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你要知道 一个中央委员 或者一个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一个官员从底下开始做起 我们不讲红二代,红二代直接就上去了 从这个市长 或者从区长 一直爬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 都是非常厉害 都是非常厉害 你可以看 在这个级别 在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 都是地方官出身 没有很少中央官员 为什么 地方官员出来的 都是厉害的人 都是 政治上 手腕上 都是厉害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看 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都是地方官出身 中央官员很少 那中央官员什么 中央官员很多都是 红二代 红二代 他都是从中央官开始做起 因为他不想 不需要去做 举个例子 李小鹏 李小鹏做过地方官了 没做过 他都是在国务院里面干 红二代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红二代影响力没那么大 当然 红二代习近平就是红二代 但红二代 不是因为当然他成为习近平本身是因为他是红二代 那 江泽民也算红二代 胡锦涛不算红二代 江泽民的红二代算阿压红二代 因为他爸不算是很 很高级别的官员 情况 以前墙外的新闻墙内先屏蔽 从黎智英被捕 一传媒股价升高这种 稍微有独特思想就知道的新闻 墙内直接拿来播报 但粉红看到的是一群港独民众 买股票力挺 观点 习越来越骄傲 骄傲蛮横 洗脑洗到一定程度无需美化 粉红自干五 自带美化功能 OK 观点 是否被洗脑 的几个条件 一 父母言传身教 是否告诉小孩真实的历史 二 自己独立的观察思考能力和判断质疑能力 三 天生的直觉和认知 OK 天生吗 OK 情绪 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才让人恶心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师生的表现让人作呕 喊这个学长 喊学长呢 昨天这个习近平去清华大学 然后这个师生这个甲道欢迎 甲道欢迎 喊口号 喊口号 喊这个总书记好 学长好 学长好的喊出来呢 不大自然 中国大陆本来就没有学长这个称谓 要么叫师兄 要么叫不管你多大都是师兄 那么学长是台湾用语 台湾人叫学长 大陆叫师兄 不管你是什么级别 多大年纪都叫师兄 那么师兄不敢叫 为什么 总书记把他叫师兄敢叫吗 不敢叫 那就用了个台湾用语叫学长 可见 这件事情你干脆就不要叫嘛 叫什么学长 对不对 我一听我就知道 你看这背后的这个用意 高攀一下 就是让大家知道啊 我们有一个扩亲戚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位讲这个令人作呕 令人作呕 哪里就是这个令人作呕 最令人作呕 就是学长好 这三个字 令人作呕 观点 在墙内读书的时候 老师经常说一句叫做 不要读太多的书 读多了 读多了会成为书呆子 每天读课外书的人被同学看不起 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 也是中共给人民洗脑的话 我认为从小多读各种书籍才能开启民智 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 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宣传氛围是不是也是反制愚民的挑衅 体现 这就让人想起什么 让人想起这个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说的文科生贷太多 所以就 就这个叫中等收入陷阱 文科生嘛 文科生想多了 理科生比较好 就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以前的这个焚书坑儒啊 焚书坑儒是什么 儒是什么 儒是文科 留下什么 书籍烧掉的书是什么书 讲思想的书肯定都烧掉了 留下什么 医学啊 这个看病啊 治病啊 理工科的书留下 文科书全烧掉 焚书坑儒不是所有的书全烧掉 是讲思想的书 文科的书烧掉 这跟这都有关系 你可以看 中共其实发展到今天 戴着两顶帽子 一顶帽子就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帽子 另外一顶帽子就是封建主义 戴着一顶这个秦始皇的帽子 这两顶帽子同时顶着 情况 去年因翻墙上推 热衷抓五毛 可能被盯上 后被国宝半夜带走 关押24小时 之后骚扰多次 一直在想 他们如何在推特上定位我 后来发现手机微信半夜会突然发热 发现微信联络人多了一个名为 I watch holder的奇怪联系人 头像是仿造 Apple watch的图标 但显示不完整 发现不对 立马 立马露屏 一分钟后再查找此联系人消失 可怕吗 非常可怕 观点 工农兵大学生从来都不是清华大学 学生心目中的师兄 所以学长这个名称对于习也是很正确 表明我不认可你 学长好 是我不认可你吗 不是吧 我不同意 这个说法 我不认可 提问 王老师能否分析一下 上海车展特斯拉站台维权事件 网上好多人分析是国内某些人打压特斯拉的一种手段 我觉得 我没看出来 维权 维权到处都有啊 特别是汽车维权 我记得以前砸奔驰 打宝马多的是啊 所以我不觉得 除非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否则的话 我们不要乱猜吧 我没有看很具体 这件事情我没有跟进来具体 我只看见有个女生站在特斯拉上面 穿着一个T恤 我没有深揪 但是你去评论 除非有依据 没有依据的话 卖汽车这件事情 老实讲在国内呢 都有 黑打 跟打黑差不多都有 就是 车有毛病 就要求换的也有 那有些人 你要想一下 你车有一点毛病 车不是完美的 就会有毛病 把它修好了就完了呗 他不行 你得退 退不行啊 退 我这卖车的 你退给我怎么办 我只是一个 我是着手来着手去的 你让我退 我这生意不砸了 那肯定不愿意干 很多的情况是这种情况 有没有很恶劣的 Foygo S店有 有的是 都有 所以 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上来就说是 是对付品牌 或者上来就说这是个黑打 都有 必须 case by case的搞清楚到底是 所以 我不评论 我不评论到底是 因为我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的 具体的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黑的CS店有 黑的顾客也有 都有 情绪 王老师说的太对了 CCP在有意的降低民众的认 民众的认知 社会上反制的言论越来越多 包括一些显然的道理 竟然会颠倒黑白 昨天看到某大厂 贷款平台广告 一个怪老头要娶空姐 空姐说你没贷款额度怎么养我 然后他查了一下 有15万额度 空姐就嫁他了 这种弱智的广告 CCP一定知道 这是使 他显然是带着恶意 故意给民众喂 那多了 你看抖音上面 天天相亲 你看了多少个 我不知道看了多少个 你有贷款吗 你有房吗 你有车吗 你有存款吗 永远是这三句 这是什么 这就是实啊 观点 中共最怕的就是开启明智 一旦打开就会危及他们的非法统治 公民陈秋实为什么会被封杀 不外乎就是这个原因 提问 王老师你好 你能否说一下习在 二十大连任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天闷 没人知道 前一阵子有一些人跑出来讲 继承人出来了 现在又没有消息了 所以 我不知道 我的重点 我关注点不在这里 因为我也没有跑前线 所以 可能性多大 可能性取决于什么 其实 习在二十大连任的前提只有一个 是什么 就是你看 看一下谁 有没有继承人 没有继承人 他可能会连任 有继承人到底是谁 活不活得到二十大开幕 这里面就是关键点 就是这个点 其他的 我讲中国的宫廷政治 你不跑到里面去 你真的看不出来 提问 中国的现状让我总想起一个词 夜狼至大 现在就特别担心孩子的教育 目前的工作情况和经济基础不能马上移民 特别焦虑 如果只有家庭教育努力 让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 孩子回到学校又怕被老师穿小鞋 被同学孤立 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办法 没有 没有办法 那王老师没有个绝招 让大家 把这个绝招一拿到 就把我现在的情况全部 处境全部改掉了 你刚才讲的一个基本的矛盾 这个矛盾 没有解决方案 你讲一下 你要么呢 你给孩子说 你希望他掌握的真相 翻过来呢 你又担心 他到学校里一不小心说漏嘴 又出事 那你不告诉他呢 又怕孩子被洗脑 你说谁有解决方案 我是没有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 无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只能跟你讲 如果你不放心 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这样的 结果 离开吧 付出代价 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这样 你要付出代价 你想得到一个 不同的结果 那你就要变动 你变动就要付出成本 你这个成本有的时候会大到你 无法承受 那如果你不能承受那个成本 那你就接受这个现实 如果你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你只好焦虑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 请问王老师 财政学方面有没有值得推荐的世界民著 没有 我不看世界民著 财政方面我也没有看过书 我都是在工作中学习 所以 叫半路出家 现买现卖 所以 所以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自称 权威和专家 我只是在这方面研究 学习 然后我 告诉大家我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对 但是这是我的观点 昨天有一个朋友跑来跟我说 说你这个 好像很权威的样子 我说我没有很权威 我都是 我都是在做新闻的过程当中 我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生怕出错 我是这样的态度 他说你往哪里做好像 好像很权威的样子 我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 我自己没有笃定的事情 做新闻是没有笃定的事情 为什么 新闻每天都会发生变化 你掌握的永远是他一部分的资讯 你怎么可能那么笃定 你没那么笃定哪来的权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新闻工作者从来跟权威没有关系 所以我那个朋友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搞错了 你理解错了 情况 山东省委视频会议要求全省企业单位 一致学习山东能源集团 眼矿集团合并的文件 响应国家的政策 要求和央企做大做强企业的要求 今天听了很搞笑 合并企业就能做大做强 合并企业能做大做强 为什么 搭上一艘大船 我的事就不用我来办了 我就好办了 山东在这个方面很懂 山东 山东很会做这方面的 很会想这种事情的 所以就从那个 以前山东省委书记江春云 后来升到去做副总理 山东离北京又比较近 所以山东是很善于利用中央政策的一个 地方 观点 看到党史上那种权力斗争 感觉特别像黑社会 中共就是黑社会 真的 中共就是黑社会 虽然你中间看 建货有几个洋派 比如说像江泽民相对的洋派 申约翰 毕业的 他英文也不错 俄文也不错 但是整体来说 中共就像一个黑社会 他的文化 他的底蕴 他的游戏规则 都跟黑社会一样 进去就出不来 所以刚才有网友说 他能不能退 不能退 黑社会是不能退的 黑社会 你要退出黑社会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 追杀你 一定要追杀你 天涯海角都追杀你 这是黑社会的规则 提问 现在疫情好像又起来 王老师请问 您认为 疫情什么时候会好转 另外目前很多打疫苗也得新冠 王老师麻烦你分析一下 我 不了解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 你说疫情好像又起来了 美国好像又开始在上升 但是我还是基本上认为 6月份 就应该 应该这件事情就应该会settle 7月份就会开放 就是恢复正常 我认为美国在7月份开始恢复正常 这个我认为 因为美国打疫苗的速度 还是非常的快 一天现在一天是300多万 一天打300多万 然后是有一半的成年人已经打了疫苗 打了一针至少 然后有25%的人已经打了两针 然后基本上现在19号开始 所有人都可以去 打疫苗 就不用等了 所有人就 申请排队就好 所以我觉得 有些打了疫苗又感染的人说明这个疫苗的保护力不够 保护力不够他才会 打完之后又 又感染 我分析不了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显然 显然中国的国产疫苗 质量是有问题 观点 北大教授曾说过 现在大学里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些学生聪明又自私 如果走向社会担任社会关键岗位 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现在大学生未必不知道中共的坏 只不过他们选择了走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还好了 还好了 我觉得 中共现在在关键岗位上的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精致利己主义者 他求自保就好 现在问题是在关键岗位上的这些人对社会有着深深的恶意 他们不是 不是自保 他们是作恶 他们对社会的伤害 那才叫大 情况 坐标以色列 这里有很多大陆留学生 其中大部分是理工科 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学生都被共产党洗脑严重 自大浮夸 留学生尚且如此 国内普通学生可想而知 中共的洗脑愚民疑惑万年 提问 请问王老师移民后 孩子中文需要继续教育吗 有点困惑 中文还挺难学的 是不是能基本和国内交流就可以 我是这么想 看到自己的意愿吧 看你的家庭条件吧 我家里是这样 我们家在家里就是讲中文 因为我太太讲中文 我也讲中文 所以我们家孩子呢 也是在讲中文 那有的时候呢 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是什么 我女儿呢 跟我讲话呢 有一半是讲中文 一半是在讲英文 那一半讲英文的时候呢 就 我就没有阻止她 她跟我讲英文 我就跟她讲英文 然后 我不觉得是一个障碍 就是我不觉得非要讲中文 很多 中国家庭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就是 父母觉得孩子需要讲中文 然后孩子很多时候不愿意讲中文 或者不愿意学中文 然后父母就逼他学中文 结果就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中文 我在这个点上 我没有 我没有很大的障碍 我的条件是 我的 我的想法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我跟她讲 我是记者 我的职业就是办报这些文章 所以中文对我很重要 我说你是我的女儿 理论上大家会觉得你的中文应该不错 我说 如果你的英文很烂的话 中文很烂的话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很失望 这是我唯一跟她讨论过 关于她学中文的一些 想法 我觉得我可以影响她 让她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中文 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她讲 我只会 在 我最需要 最能够准确表达我自己思想的时候讲中文 我说你需要 你需要听得懂 我只跟她讲过这段话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然后你如果有这样的意愿 你有这样的想法 可以营造一些环境 而不是强迫 强扭的光不甜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中国的家长 在强迫孩子学中文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想一下 孩子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孩子的时间精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家孩子的时间 控制比总理还要精确 因为他实在有很多东西在学 我们着眼点应该是什么 孩子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孩子最大的利益就是发展 全面发展是他最大的利益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用上这块知识 能力 所以全面发展 着眼点 着眼点在全面发展这件事情 如果能在全面发展这个前提之下 考虑 学中文的问题 那就对了 如果仅仅是解决你自己个人的 追求的话 那就不对 你自己可以好好讲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 鸣谢 谢谢王老师 最近对中共和对美国的分析非常精彩 希望这样说不会冒犯 能感觉到您对美国的观点这几个月有演化很大 可见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种学习不倦的精神让我十分的敬佩 谢谢 你再过一年来看 我还会变化 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就是要变化 如果一成不变的 那不是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一定是 不断的在 变化 不断的根据你接触到的 认知到的不同的东西进行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 做我们的工作的兴致 我也非常感谢你的 这个 观察和分析 这个我非常谢谢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